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這一節想說一下 港大法律系的副教授戴耀廷 昨天港大的校委會 決定 要即時解僱戴耀廷 大家都知道這個結果 我似乎我想戴耀廷自己本身是預料之中 但是結果出來之後 令到很多香港人都憤憤不平 戴耀廷在他的社交網站聲言 提出上訴 上訴的對象就是 港大的校監 不是校長是校監 校監是誰呢 林鄭月娥 大家都知道 就向林鄭月娥上訴 其實 我想這個機會 不單是零 應該是負數 但是 大學廷就說 雖然知道上訴是不可能成功 但是不能夠被林鄭月娥 在傷害香港學術自由的事上 置身事外 大學以外的勢力 推翻大學的決定 是超然若揭 之後呢 會不會提出司法覆核呢 要等 和律師 律師團隊去商量 這個和邵家樽 同樣是因為佔中案被判入獄的 邵家樽的情況是很近似的 邵家樽就是浸大的社工系的講師 其實他就那件 研究他那個教席能不能夠繼續 的一個委員會其實 尚未有任何結論 邵家樽和學校的信件來往裏面 學校也告訴他應該大概等到八月 下旬或者八月底才做決定 但是在前日 邵家樽就已經收到學校的 電郵和實際的信的通知 就要決定解僱他 決定是不跟他續約 因為他的約是接到八月底的 決定不跟他續約 即是說那個委員會那個 結論都未出來 學校就已經動手了 你看到 大又廷說這個是 學校以外的力量要達到這個目的 我覺得 是超言若竭的 是毫無疑問的 還有一個毫無疑問的就是你看到大又廷被解僱的消息 未正式公佈 傳了出來之後 這個中聯辦就已經馬上發表了一個聲明 幾乎是同一時間發表聲明 就說應該這樣做是對的 對於香港來說是一件好事等等之類之類 你見到那個感覺就是 完全是配合了 中聯辦的發言人是怎麼說的呢 港大校委會是根據香港大學條例 張大耀廷 逐出校園 是對校規校紀嚴肅性的堅定維護 對大學正常教學秩序和教學環境的淨化 完全不為言 淨化 就是清算 形容對香港是整體理系高度負責 符合公眾的期盼 維護了社會的公義 發言人亦都說 戴耀廷提出煽動違法的謀論至青年學生受誤導和傷害 正義說他會遲到但是 絕對不會缺席 這個幾乎是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馬上發表這個聲明 對正常教學秩序和教學環境的淨化 完全是沒有 任何的忌諱 即是說現在無論是炒笑家津 炒大耀廷都是因為要淨化 炒大耀廷大家可能會在預料之內 當然 這樣說 其實都是有一些 令人到詫異的地方 什麼呢 就是 鄉大學裏面是有 不同的組織 而且戴耀廷這件事也都在學校裏面 組成了一個 探討充分理由 去解雇戴耀廷的委員會 又或者探討充分解雇理由的委員會 是一個這樣的委員會 以及一個叫教務委員會 當然這兩個組織就不及得 李國璋做主席的校務委員會的權力大 李國璋做主席的校務委員 完全掌握到這個身殺大權 如果不是 港大的校監特首都不會委任他去做 早前其實就是開完會 得到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第一個叫做 教務委員會 第二個叫做 探討充分理由 探討充分解雇理由的委員會 早前就是定了那個結論 雖然 這個戴耀廷 判入獄 罪名成立 那個叫做 探討充分理由 解雇理由委員會 很難讀 探討充分解雇理由委員會 英文叫做 Comity of inquiry into possible good cause 這是一個 標準的程序 你要解僱一個人在大學 不像中國大陸 拘捕了你 就解僱你 未判刑就已經解僱了 不是這樣的 他有個委員會 這個 探討充分解雇理由委員會和教會委員會 召開了會議 結論是 戴耀廷因為佔中案被判定罪 屬於行為不當 但是不構成充分解雇理由 最後定奪就是校務委員會 校務委員會就完全不聽這兩項委員會的結論 堅持 投票 18比2 決定即時 解僱大耀廷 不接納 教務委員會的結論 這個 看得到 政治操作 在後面口言 一般來說 你整色省水搞那麼多委員會 幹什麼 目的是什麼 目的其實 就是想聽不同的意見 香港的一個 很好的地方 一個很好的制度 不是有權 就說了事 不是有權就用到盡 這個港英流下來的一個優良傳統 不是說我現在有權這樣做 這個校務委員會有權這樣做 可以 粗生實大權要你死就死了 他要聽不同的意見 當底下的人有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一般都會 停一停 想一想 為什麼你會有不同的意見 你怎麼看 然後 看看能否拿到一個共識 然後才做最後的決定 是不是可以停一停 怎麼停 因為 上訴之中 文說在這個校務委員會裡面 也有少數的人提出來 他正在上訴 你不知道上訴結果是什麼 如果上訴結果是 無罪 你現在解僱了他 他就很無故 就是這樣 有人很理性地提出來 但是 在這個 校務委員會裡面 建制派的佔多數 因此就否決了這個小數聲音 你看得到 在香港的這個最高學府裡面 那種受政治的操佈 受政治的操控 受政治的影響 去決定一個 資深的 這個教授 去留 其實 不是學術探討的問題 不是純粹人事的安排 很明顯 這個 一定是政治的考慮在後面 現在這個校務委員會 校委會 有些什麼人呢 數一下 當然這個是投暗票的 大家不知道 究竟是 什麼人投了什麼票的 但是 呼之欲出 超然若揭 校務委員會的名單就連上主席 總共有23個主席 有這個教育沙皇之稱的 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 就由校監委任 李國章也做過中大校長 也做過這個 教育局長大家知道他做教育局長 和羅範章分這對活譜搞到香港教育會變成怎樣 委員就有六個由校監委任的 一個 沒有 原兇了 地產代理監管局的前主席陳允雲 貿法局的理事趙紫橋 信和集團副主席王永光 利成昌集團有限公司的主席潘辛昌 香港案截證券交易所董事 有限公司董事前 蔡馬會的董事董事局主席詩文遜 這個六個 是校監委任的 由校委會委任的包括領大 前校長陳坤耀 經文聯的立法會議員石禮謙 筆馬威 中國合夥人和香港區管理合夥人 劉墨家軒 錢政協 王景強 立法會 這個議員廖長江的太太大律師王佩思 港大醫學院的前院長內科學系的 榮譽教授楊智芝 這六個是 校委會委任的 由校董會選出的有兩個 皮膚科專科醫生陳顯理 前副廣播處長戴健文 有老師的代表 有經濟工商管理學院的教授 陳志武 陳文武出席 土木工程系教授岳宗琦 微生物害教授高一川 港大深圳醫學院院長 盧崇茂 大家知道這個 是這個 挺藍的 職員代表有一個 法律學院首席港師張達明 昨天沒有出席 原因是他是 戴耀廷 上訴案裡面的律師 所以他就備席 然後就包括校長張祥昨天沒有投票 也有師傅 有創興銀行行政總裁梁高美爾 本科生的代表一個 李子誠研究生的代表 一個是黃宇晨 昨天就是18比2通過解僱大耀廷 那究竟 18個大家都猜到 基本上我數的全部 是卷制派 應該是投贊成票解僱他 張祥沒有投票 他是校長 哪兩個投反對票呢 傳的 沒有人知道 現在傳一個是 本科生的代表 即是學生代表 李子誠 研究生 不知道是不是大陸人 黃宇晨 本身的代表是投反對票 傳出來也是前港破 副廣播治長的戴建文都是投反對票 你看得到 即是把權力交給這個 主要由特首影響的 由這些傳統的建制派影響的 港大的 校務委員會 戴建文一定是沒有運行的 這個很明顯清楚 我想將這件事 不只是 Focus在戴耀廷這個人的身上 因為 我跟他都幾熟 可以這麼說 雖然 我認識他幾十年 雖然不是說 我作為一個記者 我跟很多 無論政治人物 或者參與政治學者 關係不會很深 因為我角色的問題 不會很深 不會很老友 總之有些 訪問工作上的交往 有人說他是佔中運動的 或者是 這個 叫做 Civil Disobedience 即是不合作運動 又或者是 一個殉道者 你可以這麼說 你可以這麼說他是一個殉道者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影響的深遠 不單止是戴耀廷的一個人 我對他的 堅持 對他的理念 對他的 原則等等 我都是 非常之佩服 他 為香港做了那麼多事 然後最後 得到一個這樣的下場 坐完牢之後 現在上訴 會不會上訴得席 會不會回去坐 不知道 他教席都不保 對他的生計 對他其他的事 都會受到大打擊和影響 但問題不止於此 那個問題呢 你見到在這個 港版國安法裏面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章節 要對於香港的學校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不同的非政府組織 要 港版國安法也是 需要 需要在裏面 做很多的宣傳 做很多的一些 不同的工作 其實現在已經在做 教育局長 已經是 不停地說要做國安法的教育 他的小孩就 在澳洲讀書 他就要 把港版國安法推到不同的學校 即使是有幼稚園小學 中學全部都有 那麼大學 在一向的分析 就是中國大陸的分析 視為香港的 動亂的重災區 為什麼不動你呢 在英文版的港版國安法裏面 那個翻譯 中文就是講學校 沒有講是大中小學 英文版特別是 拿出來講 University 大學 講大學 即是 要整頓大學 要整治大學 其實 大家已經很清楚 有沒有港版國安法 都要整治大學 特別是 在這個 佔中 運動裏面 一個就是港大的法律系 一個就是中大的社會系 被這個建制派 被這個 中原辦 被特區政府視為眼中釘 一定要整治 動了你 戴耀廷 炒了你 他覺得是無論如何 都是 不達目的 社不白有 現在做到了 接下來會是怎樣呢 如果你說要在 大學裏面要推行國安法 會是一個什麼的光景來的 課程 老師講什麼 要學生做些什麼的 這個assignment 這個功課 需要不需要事前做審查呢 又或者 要推行這個國安法的教育的時候 在大學中學小學 會不會有些 特定的人 在裏面 去 做把關的呢 你教什麼 就好像台灣 這個兩掌時期 那樣 放一個教官進去 他要審查學生的思想 看看有什麼異動 要向他報告呢 然後會不會找到一些 這個 顛覆分子出來呢 會不會這樣做呢 現在一切都是未知數 不過我講的 剛才講的內容 不是 去嚇大家 不是天荒夜譚 中國大陸已經在做 有什麼輔導員 等等 有黨委 每一個學生組織 每一個老師組織都有自己的黨委 就是 全天候去 監察著 教職員與學生的思想和同鄉 我記得很多年前 回大陸的時候有些是大學教書的 他自己本身是基督徒 你知道在大學教書是基督徒的機會現在 我想現在沒有 沒得做 就因為藉著你是基督徒的那個身份 你的老師是基督徒 他就找你去聊天 就問 你有沒有接觸 信基督徒的學生 他們的動向如何 你有沒有定期有我的匯報 那時候還是相對比較溫和的做法 今天 你做基督徒 沒有運行 教職都可能不保 他視為是敵對勢力 但是當年就是用這個方法 用老師去監察學生 然後用學生監察老師 這個情況在香港的大學裡面 會不會發生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發生的機會極大 好了 動了邵家津 動了大耀廷 放出來的訊息是什麼 很簡單 你不要 亂動 亂說話 亂組織一些 反政府的活動 否則 就像邵家津和大耀廷的下場 你試想 在香港 社會系、社工系、法律系 新聞系等等 這些不會全部說 聽了政府的說話去做事 這些本來就是 批判思考 有很多不同意見的學系 講公義、分析社會 法律得以彰顯等等 你說 做老師的、教授的 四十多五十歲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慢慢上去 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想 我是不是都有機會一路升上去 由這個 助理 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又可以終身職 每一個人都有 私心的想法 是不是 都不是一定私心 香港就是這樣去上去的 在經過這兩位 佔中 被判刑 不僅 判刑之後還要繼續受懲罰 小家津和大耀廷 大家會被人看到 殺雞警候 我如果不聽話 我未必一定是被人拿去坐牢的 如果我亂講話 或者我研究的項目 不是得到學校的 同意或者他們不喜歡的 我 能夠升職的機會 就會越來越小 是不是 能夠 在學校裏面 升到最高位 然後退休 可能 很豐厚的退休金 之類 就沒有了 如果我不是按照 學校的口徑 甚至不是按照 特區政府的口徑 中央政府的口徑 做我的教學和研究 學校的口徑 我本身中 即使不是 教值不保 都可能前途很坎坷 你想想 自我審查 自我封閉 自我約制 就一定不會在學校 存在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學校裏面 那個所謂研究 作為社會的良心 還會不會繼續下去呢 有很多人說這些東西不能當飯吃 這些東西是極其重要的 是一個社會的靈魂和支柱 一個不能夠說真話的大學 這個社會就會死 你不要只說 以為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一樣是 例如早前 說袁國勇 經常都說完之後就收回 袁國勇也是自然科學的 研究微生物應該不政治了吧 接受BBC訪問 剛剛不是說以前那幾宗 他說到 武漢 肺炎出來之後 他認為 這個地方政府是有cover up BBC 即是隱瞞 遮掩 而且 他們去到華南海鮮市場 就發現全部都清洗了 他說 Crime scene 已經全部摧毀了 他沒有辦法拿到任何證據 你去到 當地的人就說不要去了 那個地方又骯髒又惡臭又有很多 很危險不要去 後來發現完全清洗了 他說這個Crime scene已經清洗了 根本沒有留下任何證據 你想想 Cover up Crime scene 這兩件事是犯記到不得了 於是 不知道為什麼 BBC 他這個生病 這段訪問的內容 下架 突然間 袁國勇是一個自然科學家 不是是一個科學家 研究病毒的 沒有政治得罪 原來政治到處都是 是不是 如果不是袁國勇教授 他已經是這麼高望重 終身直 他膽敢說話 其他那些 當然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可能 出了事 香港爆了大鑊 我們都不知道 還有一個我最擔心 就是 你 一般來說 在學校裏面 在課堂裏面 教什麼 香港的大學制度 是極度自主 是不會受到外界的干預 學校都不會干預 但是問題就是 有這兩個 先例又有國安法的時候 會不會 不需要弄閉路電視 在學校裏面 在教室裏面 學生去舉報你 篤灰的學生 一個就夠了 我不管你來自大陸來自香港 一樣都會有人篤灰 學生一樣有藍絲 來自大陸都有黃絲 本地的學生都會有藍絲 只是篤灰 你說這些說話 違反了國安法 哪一條 你作為一個 老師 你還敢不敢說良心的說話 戴耀廷說 香港這個大學是沉淪 不是因為他自己的原因 因為是一頁之秋 一個人就看到 整個發展的趨勢 你 戴耀廷 因為佔中 坐牢 現在等候上訴 等候上訴期間 按照這個法律上面的程序 你是不是都可以等候上訴完 才釘死他 這個很合理 更何況 他有一個委員會 再加上這個 教務委員會 結論就說他有miss conduct 有個行為不當 不過罪不治解僱 是不是要聽聽他呢 你在時間上為什麼這麼急逼呢 很簡單 因為政治原因要交差 這十八個建制派的 校委會的成員 誰敢投不同的票 你想一想 十八對二 炒了你 這真是學校的沉淪的表現 學校的沉淪呢 沒有最沉淪 只有更沉淪 而且不只是香港大學沉淪 是全香港所有受支持的大學 或者不受支持的大學 都繼續沉淪 香港可怕的地方 就在這裡 好了 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口快的頻道 還有 繼續買我 頭條本食的書 談到這裡 拜拜 我現在就向大家介紹一個上網的工具 就叫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私人網絡 大家都知道它是用來翻牆 可能你會問 我身為香港或者其他國家不需要翻牆 不過這個VPN是可以去隱藏你的身份 保障你的私隱 我都是LotVPN的用戶之一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連接得很快 而且世界上六十個國家 五千多個連接點 遍佈 美洲 歐洲 亞洲 甚至非洲都有 而且你是這個 NordVPN的訂戶的話 你可以 同時使用六個工具 一齊通過這個VPN上網 即是說 一家大小 都可以保障到私隱 現在就有優惠 你按一條link 底下這條link 或者用這個code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三節的月費優惠 三個四十九美金一個月 頭一個月 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嘗嘗 好不好用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